7号凌晨1点36分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6.1的地震 地震深度达112公里 随着连番国家级警报声而来就是一阵长达十多秒的天摇地动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最大震度在宜兰有四级 北部则有三级 地震消息一出不少网友表示连续收到十几封以上国家警报通知 都说不是因为地震醒来而是被手机警报声吓醒 今天这地震的话我们预估在未来的三四天的话 应该如果有余震的话规模不会太大 就是大约在四比四左右 警报发了十多次 这是比较不常见的状况 一位网友在这次地震后发现脸书跳出三年前动态回顾 表示真的快吓死 921的阴影全回来了 希望花莲灾情不要太严重 这是三年前在2月6号晚上11点50分 东部发生规模6.2的大地震 造成花莲四栋建筑物倾斜和倒塌 有17人死亡和280人轻重伤 在2016年的2月6号南部发生大地震 造成台南永康区围观金融大楼在深夜应声倒塌 许多人不幸在熟税中遇难有115人丧命 近三年三大地震的时间点超近 也让网友直呼太巧合了